充電池 以整體來說充電池是比較方便 而且不用常常換電池 也不用常常刷到之後沒有 常常換電池 因為換電池其實也是蠻麻煩的一件事情 而且充電池本身也是一種蠻大的開銷 但是這種充電式的牙刷本身就內含電池可能就是成本 所以這個一支大概兩千 這個一支大概五六百而已 所以價差非常大 但是充電仍然有充電的缺點還有優點 電池也有電池的缺點還有優點 以我來說的話我覺得充電就是不用常常換電池 而且那個電力比較強 適合大人使用 那這種兒童式牙刷呢這種就是換電池 那換電池的缺點就是要常常 補充電池更新電池 但是好處就是說它不用充電 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會覺得不用充電 換電池是什麼優點呢 就是小朋友把電動牙刷帶到學校的時候 比如說帶到國小帶到兒幼兒園使用這種電池式的電動牙刷 其實就是一種方便 因為一般來說學校是不允許學生帶充電式的3C用品 那這時候用充電式的就是非常好的一種解決方案 那我們難免會遇到這種電動牙刷故障 那就會想要說把它拆開來看看 那我們首先先把電池退掉 其實電池退掉也蠻 算不是很好拔齁 因為它這個扣的蠻緊的 它這個有兩支扣子扣的蠻緊的 那它其實有教你正腹底怎麼裝 那它這支牙刷做的還不錯 就是說它這邊有做一個防水膠條 所以把它這樣套上的時候 其實可以整支泡水進行 但是歐勒的牙刷在這個外殼啊 它做這種香蕉都會發霉 這是我覺得它很大的一個缺點 很大的一個缺點 那這支牙刷怎麼拆解呢 其實它這支牙刷應該設計 原本是不讓人拆解的 不讓人拆解的 所以一旦拆解之後會有一個後遺症 就是你這樣摸一下 在這個大概一半的位置這樣給它摸一下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類似按扣的東西 這個按扣的東西啊 我想了好久都沒有辦法把它 處理 就是沒有辦法把它退掉 所以 所以齁 最後就是 就是這邊要割開 這邊要割開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把它割開給大家看 那再來就是說它這兩個電子扣這邊 很難看到齁 等一下拔出來會看到 這邊也有一個按扣齁 所以我們要用那個 去找那個寶特瓶把它剪開 把它剪開 然後把它 總共要拆開會有四個按扣 那下面的兩個按扣 然後我們要用 好特地把它剪成這樣 這樣看得到嗎 把它剪成這樣 把它剪成這樣 然後 所以它 它的按扣 第一層按扣大概扣到這裡 所以大概這樣把它 不用敲到很深 一開始我不知道 想說 要直接用這個把它頂出來 其實不是 這裡只是頂第一層按扣 讓它第一層按扣 不要扣住而已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大概這樣就可以 大概這樣就可以 其實還蠻不好弄 因為按扣大概在這裡 所以你大概要 大概把它塞到這裡 這樣 把這個頂開 讓它這個就不會靠邊 那基本上這邊還有兩個按扣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把這個按扣剪開 這個按扣剪開 剪開 因為這兩個是扣這一側 這兩個沒有扣的 等一下這個抽不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側邊把它剪開了 所以要剪開這兩個洞 那你努力看 認真看 近一點看 這邊這個有個按扣其實要推進去 這邊的按扣要推進去 其實很不好推 它這個很不好推 所以還是要使用一些工具 那我試試拿這種 這種是在夾定速機的齁 這一種 那 要用這一種把它用力的頂開 頂開 所以其實要採種歐勒V的牙刷 其實還蠻暴力的 我們現在已經把一側裝進去 把一側裝進去 這樣把它頂住 這樣等一下你用力搓 不過它才可以滑開 那我們現在兩邊都把它用小鋼片把它頂開 然後這樣再這樣把它頂住 這樣把它勾住 勾住 這邊一樣 把四個那個 插銷都要頂住 然後 然後再用力一推 但是要小心 最好不要用刀啦 因為我是沒有工具 這樣一推 一推它就 出來了 出來了 剛才我們已經去找一個堅硬的地方把它往後推 往後推 所以那個 這個 驅動針已經往後推 這樣拔出來 而且它這個構造就是這樣 裡面就是一個殼這樣 你看那個洞 然後這個按鈕 但是你這一支如果修理過 你這個就打開 就是這個要割開 那它的構造相當簡單 相當簡單 只有一顆 我看這也是一般的四伏馬達 一般的四伏馬達 然後這邊夾了兩顆三號電池 這樣 這樣而已 好 然後它這邊有做那個防水層 所以這頂住這水就不會進來 開關好像是在這裡 阿馬達在這裡 它這個構建非常簡單 就一個簡單的PCB載板 載板 然後直流電 它直流電應該是這樣 這樣 是不是這樣 這樣 這樣就會動 然後這樣就斷掉 這樣其實它的構造非常簡單 這樣就會動 我們把刷頭裝進去看一下 這樣它就可以運作了 它其實要裝回去的時候更是簡單 要裝回去的時候更是簡單 沒有 好 要裝甲 把它放在這裡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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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電動芽刷煮回去 拆開的時候大概要用約末10分鐘 但是要煮回去我們就要大概1分鐘就搞定了 煮回去非常簡單 只要這個這兩個把它方向對 這個PCB載板是要背對這個 然後慢慢的這樣 到這裡它會稍微卡住 這個按鈕會卡住 那你就稍微把它壓一下 然後就進來了 然後啪一聲 這樣就搞定了 然後再把刷頭裝上 然後這個電池裝上 這樣 然後這個 歐勒利電動芽刷 額紅電動芽刷就可以開始繼續運作 相信看完這一集各位就有能力 拆解自己的歐勒利兒童電動芽刷 然後自己修復 這樣一支可能可以用非常久非常久 喜歡我的人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再見 掰掰